好 那我们就继续第二堂 我们要分享的是 台湾国际地位的过去现状未来 台湾的学者因为中华民国的那种教育 所以我们的一些学者教授博士 都不会用国际法 因为国际法用了这国际法 他们就没车了 所以要解决台湾的问题 就必须要从万国公法战争法 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 除了这些条约以外 还加上万国公法的占领不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这边写得很明确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管理的再怎么好 我们变得很有钱了 你搞民主化了 土地也还是不是他的 不能就地合法 对 所以我们既然不能 中华民国不能在台湾主权独立 怎么办呢 总要有一条路 这条路美国人已经告诉你 这边 按照这个走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 1895年的马关条约 1943年的开罗宣言 1945年的波特长宣告 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天环的投降宣告 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日本投降书 跟一般命令第一号 就是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 然后1951年9月2号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 这个都是考题 如果以后要考试 你们这个都是考题 1952年4月28 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 1952年4月28 签署台北条约 1952年8月5号台北条约生效 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 好 我到现在 我昨天还在跟人家谈法理的时候 就有一个中年妇人 年纪比我大 差不多几岁 我就说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美国占领的 不是啦 不是啦 日本只有占领只有50年 所以1945年10月25号是光复节 哇 中华民国的读太深了 来 我们来看 当初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历史老师 我的课本是写 日本却聚却占对不对 却占台湾50年对不对 好 条约比较准 我们先看这个马关条约 1895年4月17号 我们来看大清帝国大皇帝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 如果说我昨天才签了一个买卖土地 其耶稣 我的老婆说 要你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 你的好了 然后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卖主一定是要土地的 那个人的名字 跟要准备要买的人的名字 才算 你不能说我老婆的名字 这个土地是我的 我们就不能这样子 只能说充其量我们的 但是最后的主权 还是在我太太那边 但是这个主权的移转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地主一定是 你的权力主权 是不能有任何瑕疵的 不能有任何的问题 你才可以移转 对不对 否则的话这个移转是失效的 无效的 好 这边已经很明确了 非常标准的一个什么 契约的协定的 大清帝国大皇帝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 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头显超长的 他大清帝国到底派谁呢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检 大清帝国 钦差头等全权大臣 太子太夫文华殿大学士 北洋通商大臣直立总督 一等数以伯爵 李鸿章 好重的 这么长的头衔 这么多 只有中国人也会搞这一套 好 日本是派谁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 那第二个代表权 就是李金芳 这个人的儿子 伊藤博文 另外一个就是陆澳宗光 第二款我们注意看这个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 所有的堡垒军心工程 一切工县 永远让你日本 这个是假的吗 这个叫切战吗 所以中华民国叫做什么 胡扯对不对 清清楚楚写的 清清楚楚的 所以永远割让日本是谁 给天皇 所以他就是永远的地主 旧金山和平条 有没有把他取消这个 没有 他只是说放弃 没有割给谁 你除非有割让 那个才算 没有做完全的割让 好 台湾前岛及其附属岛屿 附属岛屿当然就包含了 那个彭府 彭府在这里 已经名列了 附属岛屿 钓一台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东沙群岛 好 就这些 那为什么 其实离台湾最早的岛 是日本的岛是什么 宜纳国岛 离我们大概不到一公里 一百公里 可是我们离钓一台 大概一百九十公里 为什么台湾可以主张 离台湾那个 钓一台是台湾的 我们有讲中华民国 台湾的 因为他是他的 台湾的附属岛屿 我们不要被混 混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板块 你们注意看 钓一台是在台湾的板块的范围 不是在冲山岛的板块 以那国岛是在冲山岛的板块 所以日本 虽然从以那国岛离我们最近 但是日本可以延伸主张到这个地方 可以变成是流球群岛的 那台湾就把怎么样 是属于台湾的板块 一直到下去 对 没错 宜兰州 原来是台北州会变宜兰州 这个西沙 南沙 新南群岛是高雄州 好 我们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章的领土部分 韩国跟台湾的差别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 我们要重复的重生 就是要让人家弄通这个道理 主权的问题 领土主权的问题 一定是要当当事国承认才有效 不能我们自己说了算 我刚刚不讲过吗 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用著名字节 来解决台湾的地位 不行 台湾的地位就要像韩国这样 日本承认朝鲜的独立 你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有没有 我们的状况跟他们有没有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被日本放弃对台湾的 逸政 开玩笑 台湾澎湖之所有权利名气请求简 有没有说割让给谁 这里面写 所以你要割让这边就要写出来了 比如说中华民国 我们不是刚刚讲到开罗宣言吗 英国就讲说必须要有条约才算数 就像这样要有条约才算数 否则的话都不算数 有没有收割给中华民国 没有对不对 放弃 这个在国际上叫做悬空割让 国际间的惯例是什么 古巴 美西战争的时候 西班牙把古巴放弃了 但是那时候美西战争四个岛 波多里克 菲律宾 关岛跟古巴 三个岛全部变成美属的 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美国的属地 但是到了古巴 西班牙并没有说要割给美国 没有 他就把它放在那边 我们放弃了 但是他就被悬在那个地方 跟台湾的状况一模一样 所以全世界最 对领土割让最熟悉的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因为他的土地都是割了 割过来的 不只割地 割地来 割地赔款 打输人家没钱就割地 不是吗 要不然就赔钱 因为你要赔偿我的战争损失 这叫赔偿割让 OK OK 这没问题了 让你们知道 好 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跟台湾就近上很一条 也不是全部都是讲台湾 几乎是日本太平洋的那些租岛们 跟那个什么 台湾也好或者是北方四岛 韩国曾经是被日本统治的这些地区 那跟台湾有几条 有六条 我们来看第二V 日本放弃台湾没有指定收受过 对不对 我们刚看过了 第四条 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 蓬古有处分以致配奸 你们看得懂这个意思吗 什么的情况下对这个土地有处分钱 如果说我租你的土地底下有蓝宝石 我会有没有处分钱 你是不是就在你的企业里面就要讲清楚 说如果地下有石油 有黄金 有钻石 我是不是可以拿来弄 这个叫处分 就好像钓鱼台有油了 南海太平岛附近南沙群岛有油了 美国有什么权利 美国可以开采 处分 处分 支配 这个要赔偿美国的战争损失 第23条 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因为我是把它挑出来 要不然你们一条一条看 你们会很辛苦 这个比较快 我用这个懒人包的方式 21条 对中国战或应得到的优惠措施 台湾与澎湖并没有包裹在美 在台湾关系法就写的明确了 我们有时间我们上网查台湾关系法 你们仔细读一读就有答案 26条 日本可以单独以被为邀请的签署 和平条约之国家 讲的是谁 中和民国 因为就像和平条约签的时候 没有请两个中国 那时候出现了两个中国 1949年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的挣钱 把中国整个吃掉了 然后蒋介石就逃亡了 对不对 那因为美国支持蒋介石 苏联支持毛泽东 所以就产生了两个中国 两边都在承认中国 那这两个中国 不知道谁的说了算 所以签署就去上和平条约的 就不让他们签了 所以他们连签署的资格都没有 还想跟台湾要 还想把台湾吃掉 他们连签的资格都没有 那这个有没有 日本可以单独 这边没有讲到美国 日本可以单独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战败了 我们土地也那个了 我们可以跟什么 中华民国签 单独签 台北条约 是这样来的 我也可以跟 他们也可以跟越南签 也可以跟菲律宾签 是这样来 好 我们来看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的理想目标 就是要朝鲜独立 日本的所有的殖民地 托子地 占领地 属地等 非日本国土性质 领土主权全部可以解放 偏偏台湾是日本的土地 所以没办法解放 为什么 1945年 霍智坦宣道 其实大家都搞错 你知道吗 日本要把台湾交给盟军 不是日本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 我们都被误导了 对不对 日本把台湾给中华民国 跟日本把台湾交给盟军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搞错 主要的目的 波士坦宣言 波士坦宣言跟开罗宣言 最主要核心 因为美国跟英国 就已经跟中华民国讲 跟蒋介石讲说 属于日本的土地 你就不要给我搞 不要动 东山神被人家被日本占领的 属于你们中国的还给你们 刚刚这边这个冠这个精神 在这个地方 你拓子地 全部还给人家 那台湾不是 台湾是日本的 摩土 所以台湾就不能 怎么样 被 就不能给给你们中华民国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外交部 清口证实的 清口证实 不要说中华民国主权主力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台湾 这个在蒋介石的年代 都没有把 没有办法把台湾要回来 更何况是现在的马英九 那是不可能 所以那个叫做什么 假议题 那叫假议题 这个是叫政治的什么 他们搞这个政治台湾 他们在搞政治台湾 好 这个就是四个 日本波士坦宣言 有没有 公金最高司令部训令677号 定义日本版图为 北海道本州四国跟九州 那时候二战之后 只有这几个岛 日本只能管这些岛 还有一些小零星的岛 北方四岛被占领 被俄罗斯占领 然后独岛被韩国占领 那琉球是被美国亲自占领 台湾是交给蒋介石 其实不止台湾 他是几度以下 16度以南 韩越南 都是蒋介石在占领的 不是只有台湾 我们不要搞错了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管辖领土 在过去大日本帝国就这么大 有没有 整个太平洋一半是他的 一半是美国 一半是他的 有没有 一直到澳洲的上面 有没有 新吉内亚这个地方 吉内亚这个地方有没有 印尼全部都被中南半岛 有没有 还有老沃 泰国好像一点点而已 上来有没有 这边 整个满洲国在这里 整不到这里 连南华泰 北方四岛在这里 一直到这里 这就是大日本帝国 后来波士坛宣言的时候 把他割到剩下这样 现在呢 因为20年之后 1972年 又把琉球还给日本管辖 还给他们 那现在你看这边还没有 还没有做那个 这个是最后还没有做重厨制的岛椅 台湾北方四岛还没有还给日本 独岛也还没有还给日本 这几个岛到时候都要做一并处理 所以开罗鲜言的理想 不应该成为两个中国 无限制扩张领土的空白支票 现在他们就是在搞这 看到什么看到利益 以前不谈就现在谈 美国与英国必须承担这个后果 原属于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一级万国公法就这样会并条约 必然要被还给拥有领土的日本天皇 这个才叫做公义 这个才叫公礼 有效统治不等于取得领土主权 像以色列加萨走廊 38年 以色列是46年不是吗 46年还是38年 后主痛退出 占领不移转主权 也就是说你统治这再好 土地还是别人的 好 这是我们的权益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是日内瓦公约 所以你看中国人对我们台湾人多可恶 太悲哀了 第四公约里面讲 我们是被保护人 因为我们是被占领的 我们的人生荣誉 家庭权利 宗教信仰 仪式风俗习惯 一切经历都要一以尊重 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受到人道的待遇 一切的暴行都必须 你看可是美国人也真是的 228事件那为什么都不出来讲 不懂 好 我们来看我讲重点 好 第49条 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 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自驱逐 往占领国之领土 或任何被占领 或被外占领的国家 不论任何东西都所禁止 什么意思 蒋介石曾经想干一件天大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我们台湾那时候 蒋介石带了100多万的老娃娃过来 到台湾 那时候台湾讲500多万 将近600万人 蒋介石想要把台湾600多万人赶走 赶到外島 赶到哪里随便 赶回去你们日本 曾经他干 美国人说你不能这样 你违反了什么 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 好 再来就是 占领国应该采取一样的步骤 以便儿童辨认其父母之登记 如果说没有这一条 我们讲我们以前的 日本时代的户籍 全部就被蒋介石删掉了 就被他删掉了 我们要申请身份证就没了 就完了 我们就永远就 永远就真的下地狱了 政治恋力 时间到了 这么快 我还没讲 那还是下课好了 OK 就这样了 今天就只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的不够快 OK 那下次有空我们再见 谢谢